小沈的车已经修好了 他说维修花了千八百块钱 从他提供的照片来看 当时车子停在现在这辆红色轿车的位置 前挡风玻璃上有一大块网状列纹 照片上它那个砸的地方 有很多那个就是红砖的那种印记 包括碎屑全部在的 高空抛物的话也不会造成这个样子 是多刺激打吧 然后才会这样子 不过小沈说当时地面上没有看到砖头 小沈介绍 他是杭州闸路口新村的村民 后来房子拆迁就不住在这里了 不过他还是每年按时交停车费 把这辆黑色大众轿车停在小区里 因为家里还有别的车 这辆车一年开不了几次 这次车子被砸 是他爷爷在小区里散步才发现的 后来有位环卫工人告诉小沈 车子前挡风玻璃碎裂 在他们发现前的一二十天前就出现了 但是物业他说我有人在巡逻 但从来没有人通知到我 是我自己发现的 十几天到二十天 那我想有一些该有的人真物证 也就已经没有了 他说他十五天也没有发现 我们在巡查当中这一两千车辆 我们不可能是巡查这么到位的 宝洁属于不是我们公司 不是我们公司的 宝洁是另外 这是一个准卧的社区 是一个几个公司 小沈表示自己停车位置附近 有两个监控探头 他去物业查看了监控 但发现两个探头照不到他停车的位置 探头你既然有两个探头 那我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对于我来说 那你要拍一些重要道路 我是能认可的 那你有两个道路的话 你最起码有一个是 保管到财务上面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因为你说去停车费 实际上他是没有对这边 对 他说的是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是从这个装置 专装是照这个通道的 他这个车就是在这个车的前头 第三个车 这是照不到的 还有一个镜头 就是顶面上就是这个位置 那是一个公安的 原的治安监控 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监控 就这么个情况 物业的李经理说 事发之后 他们对远处的一个监控点位 进行了调整 让他对着小沈停车的通道 但是小沈不认可 李经理关于寻查和监控的说法 另外他还说 自己之前跟李经理沟通时 对方的态度让他很生气 他希望李经理道歉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你自己的东西 你15天都没发现是吧 我道歉 道歉至于说态度各个角度 经常是有点 他认为我态度有问题了 这个道歉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道理还是给他 解释的很清楚的 只有说赔赏 那他看到赔赏了 这个就是有资论部门 该做程序 如果说觉得我们有责任 那毫不推妥的 属地天杭社区的张书记表示 他们已经要求物业 加强对小区的巡查工作 物业也表态了会整改 关于赔偿的问题 因为目前还不确定 是高空抛物造成 还是有人恶意损坏 所以他们只能协调 小婶和物业进行沟通 记者也从受理案件的 闸路口派出所了解到 此事警方还在调查 腰包横剑记者报道